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都会跟他说 我说你看那些主持人 在挖别人的隐私 在拿别人开玩笑 你觉得他做的对不对 他说当然不对啊 那你觉得很好笑 你在那里笑的时候 你儿子在旁边陪你笑 他知不知道对不对 他觉得爸爸觉得很好笑 那这样做是对的 所以孩子这耳濡目染 对别人的言语 轻慢 对别人的言语 会有占便宜的倾向 会乱开玩笑 当你已经发现 他讲话没什么分寸 再要把他扭回来 就很累了 便是如是 书籍的内容 易如是 最近很畅销有一本书 叫穷爸爸 应该有人看过吧 有一个家长 看了以后很高兴 跑来跟我说 他说蔡老师 这一本书真有效果 它可以让我懒惰的女儿 瞬间变成勤劳的女儿 这个特效药有没有效 真有效 他跟他女儿说 女儿啊 帮我拖地呢 给你两块人民币 帮我啦 晒衣服 给你两块 帮我洗碗 给你三块人民币 哇 他女儿本来懒痒痒的 突然变得很有精神 变得好像不辞劳苦 开始工作 有没有效 你看哦 那个特效药都很好笑 蛮很有效 你看那个感冒 流鼻涕 马上针打下去 药吃下去 五分钟十分钟 见效果 有没有效 我们现代人 都很喜欢特效药 所以你看 为什么很多人 会被那一些神棍骗了 他夫妻关系不好 都已经十年二十年 结果这个人跟他说 你马上呢 烧一些纸钱 做哪一些动作 马上保证你夫妻变好 都很希望吃特效药 都没有考虑到冰冻三尺 有没有理智 这位家长 过了一两个礼拜 又来找我 他脸色不太好看 他说蔡老师出状况了 我就问他 我就问他什么状况 他说今天啊 我跟我的女儿说 我说女儿啊 今天啊妈妈很累 你啊去帮我把 已经洗好的衣服晾起来 妈妈给你两块钱 他跟他妈妈说 今天我也很累 我不赚啊 他突然警觉到 这一副特效药 已经流露出副作用了 各位家长 家庭是不是产利益的地方 不是啊 你已经把功利主义啊 带到最温暖 最祥和的地方 都被这个功利主义席卷了 家庭是教付出的地方 家庭是教感恩的地方 家庭是教认知本分 懂得尽本分 懂得尽孝道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有理智的判断 你才能够防止书籍里面 不正确的知识 才能防止孩子受到这些的污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